黃色回收車左轉 卻撞上正在執行的機車 瞬間人車分離 駕駛嚇得極煞 穿白襯衫的老翁倒在地上 一動也不動 還流出長長血跡 救護人員不放棄 持續施以CPR 但老翁當場沒了呼吸心跳 在緊急送往醫院 而旁邊不停講電話的男子 就是肇事者 他腫在那邊過來 然後他沒開車 對 然後我 我突然轉過來的時候 我才看到 我才意識到他的機車 我已經急煞了 然後因為我們這個真的是 有重量 黃色回收車頭 底下卡著一台機車 車殼零件支離破碎 紅色安全帽還噴到好幾公尺遠 紙漂撞幾聲 對 很大聲嗎 對 就看到他倒在地上不動 台中東區京武東路跟東應路口 清晨4點50分左右 民間回收車正在上工 經過十字路口又要左轉 沒想到撞上執行的69歲 搖姓老翁 搖姓男子 爐內出血 送803醫院來做治療 雙方經警方來做酒鎮 以及抽血都沒有酒精的反應 老翁如骨骨骨折 情況不算樂觀 還在江戶病房搶救中 照理說轉案車要離讓執行車 誰的責任比較大 警方證離親當中 記者黎元冰皇祥 李雲杰 台中報導 國際型通討